使用雕刻刀完整切割灯杯位置 切割打磨边缘 按照车壳位置进行切割打磨 双面胶或者舌胶固定切割部分到灯杯上 灯杯的位置记得做遮盖预留 转向灯 刹车灯 倒车灯 贴上贴纸 3M双面胶建议多准备几个厚度搭配使用 贴上双面胶 贴在转向灯增加细节 如图切割 建议刹车灯扩孔到5毫米 用于刹车灯和后转向灯 如图切割 中间部分用于厚雾灯 表面太亮 我选择打磨一下 磨掉最外侧一圈电度 表面亮度降低后没这么突兀 侧面部分用于前转向灯 这个位置有弧度和车壳不贴合 热风枪软化 掰扯到平行状态 尼龙底漆增加附着力 TS71降低亮度 把倒车灯贴纸单独切割下来 根据贴纸形状找深灰色贴纸1比1裁剪 沾点洗洁精水方便定位 贴在内部模拟真车尾灯的色差 倒车灯贴纸1比1切割 最终效果图 车壳PC边角料不要丢 切割一处带90度折角边角料 底部用3M胶粘上 边角料外侧贴上黑色贴纸 PS5喷漆也行 修剪掉多余部分 另一侧不平整可以用胶水固定 这样可以防止车壳内部漏光 使用舌胶进行加固 此位置留一个小口 放入3毫米灯珠作为视宽灯 外侧效果 尾灯用同样的办法做一块边角料 双面胶固定边角料 舌胶固定灯杯 对比另一侧无边角料漏光 外侧效果 把球头拧到底 5毫米球头安装到大灯 组合好缓冲换挡舵机 用3M双面胶粘到一起 固定到合适的位置 通过第三通道运作翻灯舵机 安装过程不断微调舵量和位置 以达到最佳效果 建议购买专门的翻灯灯控设置更合理 若无翻灯灯控需要额外增加一个舵机反向器 并且没有缓起缓降的效果 每个翻灯有独立的缓冲机制 翻车瞬间受力 缩回保护灯杯避免损坏 不计交加强固定堕机 增加一些新情建 例如雨刮 后视镜 门把授 喷漆上色 TS29 TS26 开孔固定雨刮 雨刮位置不合适 可以用热风枪吹软再调整 掏空门把授位置 背面可用舌胶固定 3M双面胶固定后视镜 后面我觉得不牢固 改用E7000固定 3M灯珠安装视宽灯 因为不好调整灯珠方向 我把转向灯杯先拆了 定位好后用舌胶固定 开始做贴片灯 侧转向灯和倒车灯 用一块边角料贴上双面胶 下面以侧转向灯为例 多一层PC可以制造出灯杯的层次感 双面胶还可以制造出泛光效果 转向贴片灯 橙色5730 首图X26半透成 贴片灯的焊接教程查阅我之前视频 无PC与双面胶效果 灯罩位置比灯杯大 光点会很单一集中 这边是改造过 会有泛光效果 倒车灯白光5030 建议首图电镀影 3M双面胶固定 此处有空隙会漏光 切割2毫米厚度 EVA海绵填补空隙 空隙填补完成 后屋灯蛇胶固定 所有灯杯安排妥当 最后把灯珠按照我之前的教程 全部安排上 车架我选用TT02 SR更换长避震架 54,670避震 42,214欧圈 1.0陷阱弹簧 450号避震游 寻挂更符合拉力特性 固定方式和灯控连接 可以参考我之前的视频 1.0陷阱弹簧 1.0陷阱弹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